大家好 昨天本来打算出片 实在太多东西了 大家以为我为YouTube五斗米折腰 是误会的 大家都应该看到 称情就退断了 一年前发生这件事 想不到今时今日 公关手段仍然很差 只能说其差 其实发生了MO事件 我都觉得称情应该退断 首先我们说可以淡忘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是MIRROR粉丝 都常常看着 未来一月MIRROR在机场办案馆开演唱会 人们就笑 又说不是在哪里跌低 在哪里起分心 不是下一个场 换了一个场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台灯箱就避开这件事 又说什么12加1 等于不知什么的 又是数字游戏 就在那里串 串MIRROR 但我觉得 那时候公关都已经灾灾烂了 发生这件事 有什么理由你不立即出来 面对媒体 承认错误 是吧 该问责问责呢 那既然小小超都肯拿一千万出来 你在第一天 全部拉出来 开这个记者招待会 说赔钱 和之后零零星星的说谓慰问 各样 Anson Kong还要说什么 要公司才可以传达MIRROR的情况 要你这么多社交媒体 那么多自己WhatsApp IG 也好 你不懂慰问的吗 你不懂自己去探问的吗 OK 你说不是很方便接受探访 他老爸刚刚在那里了 人家第二天马上回来了 你那些人不懂得去 去问一下 阿姆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好回之后 出院之后 还没走 他抬头起身的时候 不懂去问问的吗 可能你们说 其实大家同事来的 不是朋友 我觉得同事都应该问问 就算你不去医院 你也可以叫别人 整个生果馁也好 大家整支花牌仔 骑仔什么鬼也好 就是小小善意 你都不懂得试出 只是说 我要收关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 之后 大家还会否接受我们 负面影响会多久 不只是自己出发 就正如黄丝街用假袋 人家现在不是关注你的袋 而是关注你平时的嘴唇 人家用假东西 说你用假东西 现在说我要告死你 平时你好像不是这样 平时这些叫做 上得藏内的牵匾 嘴唇太阳衰了 所以现在就叫做 一层百踩 不关乎你的袋 看不看 另外 台湾之前有很多艺员 都被人爆出来用假袋 但又不见别人这样 遮住他不放 所以这些是case by case 那说回苏情 我觉得他不退团 都很难去释怀这件事 他还要日日 对吧 据这个报纸所说 他是日日去陪着阿Mo 去康复的 那个心理状况 真的很难过渡 那就好了 苏情退团 当然是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有很多人说 喂 根本这女孩就不值得出道 是吧 整天都拿着阿Mo来说 如果没有阿Mo 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光环 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 好话不要听 苏情算什么 算偏下言 如果责 一定要说 首先 他的样子就不是Ivy Soul 阿Day Candy那流 你说唱歌 他又不会唱 又不是Winker 你说未至于最低最低 那一两个 但他都一定不是上游 那有些人觉得 首先他不是我喜欢那个 是吧 在COLA出道 我是喜欢 都喜欢Lolitalk的Yoyo 喜欢其他的 Alice 一向我都是颜值控的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那么不济 大家不要忘记 做得明星 他都叫做出了道 他真的有名有姓 有个牌头 叫做女团 香港女团 MIRROR天团的师妹 他的生金能力 是绝对多 他做一个Dancer 但是很多很多 他可以为他男朋友 放弃这个成军 已经成了团的机会 其实他都放弃了很多东西 这些所谓的 他犧牲的东西 一定要看到 还有原来他要赔钱 当然 可能已经不是 好像之前他签了 那份contract的金额 可能是象征息 是不是少一点 但是 都要赔钱 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他是谈了赔偿金额 他才可以新开ViuTV 这间公司 不是说拍拍摄 我说走就走 你不怕 好像那些中国的成员 去到Kpop 被你成功出了道 你一句麻烦 红了之后 他就不生气 我要赔钱 我要赔多少 公司赔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 蘇晴退团也恭喜他 希望他可以找回 他自己开心 理想自在的生活 但是我好奇 为什么ViuTV 那么喜欢 推出女生 搞到我以为 他们是不是拍了 什么不雅视频 好像twins 要排排站 排排坐 还是好像许智安 被人拍了一些片 要出来鞠躬道歉 那样 还要搞好像说是队长 但是我真的觉得 搞不应该成团 就是你们说我仆街也是这么说的 那单上看看 蘇晴退团 还要赔钱给ViuTV 如果真的证实了 真的要赔钱 那从这件事都可以看得出 ViuTV作为一间公司 公关真的很差很差很差 其实是呀 头断所有东西 每个人都在骂ViuTV 哇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就是到今时今日 蘇晴是因为 这些暗毛事件而留下 不能磨灭的痕跡的情况下 宣布退团 还要去赔偿呢 就是这些公关公司 不如不要聘请啦 浪费了钱 那是零公关的 如果你这一刻 ViuTV叫做 因为这样 你有这个 不如快的回忆 真的继续不下去了 我自动 不用任何钱 让你们退出 有什么所谓 是不是 就是这些公关技巧 是完全没有了 就是这个手段上 我觉得是恶恶真 那问题是 为什么你要推七条女孩出来呢 七条女孩出来 只有阿皎在说大多数的东西 然后我又觉得 Winca 他那时候说八减一等于零 现在人们说他自打嘴巴 首先 我当然对这两个团圆 我一般 所以才有这么多负面情绪 都不论到他说 是吧 为什么他说Win 又说经理人 又说啥又说啥 又说啥 说了一两句就收皮了 是吧 应该说一个是他 还是花姐 对了 喂 花姐不做经理人 都不论对这七个小妹说 他们是吧 rehearsal过 还是演练过 应该交代的是个经理人 而不是Viu 而不是这七个小妹 对了 整件事都真的 再一次感受到ViuTV 公关的灾难 是多么严重 慢慢走下去 其实如果一间公司的公关 一直都不面对 不改善 你可以走多远 大家都总会有 给你消耗对你的耐性 直到零的时候 你便玩完 我觉得拜公司那样看 他想捧哪个 就是他自己喜欢的 好像这个Pixel 明明最红的 应该是Phoebus 全民造星2的冠军 但他现在看的样子 喂 碰Marco多些 Marco的样子 我真的绝对不觉得帅 跟K-pop那些男团比 就真的蚊比同牛比 唱歌又不太厉害 跳舞又不太行 我不明白 为什么Viu 不签MC 张天赋 可能是MC不签Viu 但是如果苏晴 他现在退出KOLA 他没有退出娱乐圈 可能有其他公司会捧他 大家不要忘记 张志恒的老婆文敏 也有美容院 美容公司 跟他出广告 找他做代言 你说文敏 天天说什么 离婚 自杀 又被迫害 都会有这些广告 找上门 苏晴的关注度这么高 他会不会像瑜伽咖啡姐 杀出个虫围来 到底是他懂得跳舞 我觉得整个好像 阿郭霍城之后的 又失忆 你开个Dance Studio 我觉得都可以做 未必一定要黏着KOLA 才有饭吃 如果说女团 《全民造星4》 出来之后 LOLITOCK和Strakes 出了两队 要硬直有硬直 另外一队 要财华有财华 不一定黏着KOLA 才有饭吃的 另外 之前我也有说了 这一宗新闻 Rubberbank的泥猫 插姜濤 说 大哥 你是不是一招得志与无伦次 彩峰华的朋友 为什么你可以上台 好像收歌那样 支持的呢 每一个成员都多谢 通常这些班奖礼 就是了爆的 大家分到的时间 都是非常少的 咦 不断被人插 包括我 喂 欺负我姜濤BB 那不是 原来有很多人都觉得 哇 姜濤大了吗 是不是不能说的 包括这个奴蜜雪 开咪就撑了 哇 你们是不是姜濤湾 人多 声大 声大 够恶呢 是不是想说自己 想表达都不行呢 喂 又说什么香港自由 言论自由 好像现在不是一回事 哇 这样 一向香港言论自由 都是说出来的 哪里会有真正的自由 全世界都不会有的 有自由呢 就是自由的言论 都是因为 你说的言论 是因为傾向大多数人 都愿意和乐意听到的 才叫做有言论自由 那如果你 就像阿龙蜜雪说 就是说 人 哪边多又哪边恶 真的 喂 那个姜濤多粉丝 我说你一句 当然不行了 你又反过来 如果姜濤说Rubberband 那就有不同方法了 对吧 就是姜濤不会这样说Rubberband 所以我们这些所谓 中年肥司拉 是不是 那些人最喜欢说的 MIRROR的粉丝 全部都是中年肥司拉 才这么支持我们姜濤BB 如果他不是被人喪插 Rubberband 都不用发声明道歉 为了泥蜜蜜 其实说真的 永远 尚一个人好 你千般百顺 去阿尔奉承 他不会长大的 他明显地有不足 或者有不好的地方 有人在当中 跟他说真话 和指点 他扶一扶他 可能他从此就会蜕变 他放在手上心里 是否真的對姜濤好呢? 永遠無法正視自己的問題 或者自己的弱看 是否好呢? 因為始終藝人來說 他都是要多方面成長 或者在其他方面發光發熱 永遠都不可以單一 千依百順 一會兒你又被人丟了 我想跟大家說 我一開始以為 全部聽我講的都是女聽眾 原來我看Youtube的Stack 也有很多男生 可能我之前說黃袁家敏 說色情多 原來那個所謂消防隊目 30歲青靚白正 又說什麼人生勝利組 溝女無數 完全不需要煩惱 女多到 竟然去日本 說什麼?想要真日本妹 不用的!傻豬 今天有新聞 新宿街頭有企街 那些是傻傻假妹 依姑依姑 不用到處拉麵 走去摸別人 是不是真的日本妹 還是 八百至千二港幣 一Q 那又不是貴 我不知道 你要飛過去 那你吃個刺身 也要吧 大哥 人家那些 一樓一都要上門按鐘 浪費我的腳骨力 還要每間按完 對不起 這樣白撞 人家這些一字排開 好像被你的選票 而且真的是日本妹 我看到我的照片 這麼有趣 很虛陷 五步一殺 每五步有個小妹 站在那裡 任你選擇 會不會誇張了 真的 除非香港01的記者 不給力 又在捉著 人家捉著 標題黨 人家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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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麻地廟街 都沒有站得那麼密 日本那些 油麻地廟街 那些 大陸 那些 25樓的牛牛 這些 全部是 sashimi 各位廟街 那些 姐姐真的嚇死豬隊友 嘩 我的頭皮 豬隊友以前在油麻地 停一場 沒拆之前 就在油麻地停一場 有時候 早上7點多 就去拿車 每逢假日 出去玩一下 有時候我會在 左端那邊出 搭地鐵 或者搭的士 慢慢走廟街過去 那些時間 這麼早 吃早餐 未必有胃口的時候 竟然呢 我經過牌坊附近 有些阿姐 好像豬斯拉那樣說 她胸口大過我的頭 她的臀部 基本上 可以把我上身斬下來 橫放那麼闊 嘩 竟然她會看著 豬隊友 之後 眼神會肆意 叫我過去 她眼中 豬隊友 會光顧她 嘩 那個屈辱感 極大 驚慌感 極高 嚇死我 你不要說這些廢話 我現在要再向大家安理 日本 我們的鄉下 最喜歡去的 就是新宿 原來有些 乳頭酒吧 什麼叫乳頭呢 不是龜頭 是乳頭酒吧 可以去喝酒 Kiss kiss 之餘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新來 大家不要亂生 有最新的消息 之前 新午節晚之餘 還可以摸波波 200元 可以摸波波 不代表每個人都頭那麼大 給你摸 會不會 A 扮什麼 你們的港男 在香港吃的港女 有D才跟我說話 不代表她在乳頭酒吧 每個人都D G 是J 喂 傻仔 你去日本消費 你知不知道人家有優勢嗎 如果消費得多 媽媽不會拿A來認酬你 哦 你去得多 人家有累積 你本寶仔那麼厚 當然是拿大G牛來找你 那也一定的 明白明白 真的 無料案内 那些我都很久沒去過 今集好了 太興奮了 到此為止 拜拜